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竟然比原版更有CP感 Angela Baby穿衣风格越来越像杨幂 好看的人眼光都是相似的 赵丽颖给员工加餐 杨幂跟工作人员撒娇 盘点娱乐圈的中国好老板 央视狗年春晚两个月前一见组 史上筹备最早的一次 暑假开始了 各大综艺节目都要放大招了 最新一期的明日之子 首席新推官杨幂 领先盛世美颜赛道第一场 5NG直播升级战 任性火热开唱 火力全开的舞台上 有一位薄荷军崔雨昕 让人眼前一亮 她的一首安和桥搭配现代蒙古舞 每一阵都帅到窒息 在炎炎夏日 给我们带来一丝清凉 来 一起来感受一下 少女星炸裂的感觉吧 让我再看你一遍 让我再看你一遍 从南到北 像是北武幻路 蒙住的双眼 我知道吹过的牛皮 也挥碎青春一笑了之 让我困在城市里 执念你 一曲终了 大蜜蜜已经hold不住了 主打歌 主打歌 就很杀我这首非常杀 他只要一期这首歌 他就会有故事 就整个泪奔 然后哭倒在家里没有了 对 对 但因为我非常爱这首歌 你不要参加选秀 你跟我去拍戏吧 你太帅了 好啊 嘿 崔雨昕你也太帅了吧 热心的吃瓜群众们 听了蜜蜜的评价 为他俩捡了一版 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的对手戏 崔雨昕的气场瞬间就上来了 不愧是大蜜蜜选中的人啊 这双重美颜暴击 真的是严控的盛宴啊 回头看 当夜华与浅浅深情相拥 虽说乌立赵友廷也是颜值满分 眼疾炸裂 但此刻 又把脸换成这位崔少年 也是毫无违和感不是吗 不知道大蜜蜜的下一部作品 会不会出现崔雨昕的身影呢 爆炸君可是超级期待哦 除了同样都是美少女 贝贝和大蜜蜜最近的穿衣风格 也是越来越相似 最近贝贝的一次机场秀 一套牛仔外套搭配皮裙的风格 让人乍一看 还以为是换了发型的蜜蜜 自从当了妈之后 杨蜜的穿衣指数就飙升的不停 而且她的衣服搭配一直受到好评 每次现身机场都穿得很美 反过女王的名号 果然不是白来的 前前杨蜜在机场穿了病号服 没多久贝贝也爱上了病号服 驾驭起来也是得心应手 这两位少女妈咪真的是美人所见略同啊 另一张图里 杨蜜上半身身穿白衬衫 下半身搭配了牛仔短裙 优雅时尚 同时散发成熟女人味 当了妈的女人就是不一样啊 贝贝在拍摄时尚杂志时 也穿过这条裙子哦 搭配大波浪卷发造型 气场十足 似乎很是钟爱牛仔外套啊 刘涛穿起牛仔外套来 显得温婉鲜静 不同于跑男里甜美可爱的形象 穿上牛仔外套的热巴干脸帅气 凭借《楚桥传》里 人气再度高涨的赵丽颖 也穿过牛仔外套 显得巧皮可爱 相同的一件衣服 演出这么多风格 不知道大家最终爱哪一款呢 好看的人眼光都是相似的 好老板给员工的福利却各不相同 就比如说你李银宝吧 在拍摄片场 老喜欢给工作人员点外卖 各种各样的好吃的 工作人员吃的也非常开心 注意哈 这是外卖单剧 长度极其夸张好吧 惊到一片网友 不愧是中国好老板 除了近期大火的楚桥传 赵丽颖近几年作品不断 人气暴涨 收入大增 对于多年来陪伴自己的员工 花几钱来也毫不手软 据媒体爆料 2015年中秋节 他曾给每位员工包了五位数的红包 同时他还给员工送过iPhone6呢 说起舍得为员工花钱的明星老板 不得不提范爷 因为跟了他十年的员工结婚 范老板送了一套房子给他 同时据知情人透露 每次跟员工一起逛街 只要员工看上的东西 不管多贵 范冰冰都会直接买单 员工人身安全 也是好老板经常考虑的事 前段时间北京大雨 黄晓明公司发布了一份 人事部的放假通知 用四格漫画的形式 表示考虑到大家的出行安全 黄老板特批 6月22日 全员放假一天 大蜜蜜完全没有老板架子 反而常常对员工们撒娇 前几日 杨蜜在机场电梯上变身考拉 跟前面的工作人员各种意外 就像一个撒娇的小女孩 2017年已经过去一半了 2018狗年央视春晚已经建筑 目前 语言类节目已于两个月前 向春晚熟脸们发出了邀请 这是这年来春晚筹划最早的一次 大概两个月前 就接到了春晚语言类节目组邀请 部分语言类节目的编剧 已经进驻影视之家 开始创作了 一直以来 语言类节目就是央视春晚 关注度最高的节目类型 和往年一样 此次部分语言类节目主题 依然是命题作文 节目主题由节目组指定 内容涵盖传统文化 家庭亲情等 你撞呢 真不是啊 快跑 我服过仨 结果呢 这么跟你说吧 哥以前 开的是大奔 作为一档有三十余年历史的梁环晚会 他不仅伴随了很多人的成长 也创作了很多的流行词 人这一生其实可短暂了 有时候一想跟睡药是一样一样的 言你一避一整一天过去了 好 言你一避不整这辈子就过去了 好 你谈上事了 你谈上大事了 你谈上事 你谈上大事 除夕夜 看春晚 是中国春节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苟年春晚四月就开始准备了 必定将奉献一场高质量的年夜饭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